而不过就在这个蓝白弹核的敏感时机 领先和国民党会谈的 柯文哲办公室主任周虞修 被爆出还有民进党籍 刚传出绿云严拟将他要除名 周虞修今天上午亲上火线强调 他已经火速递出了退党声明书 离开待了20年的民进党 不过他会选择留在柯文哲团队 要为台湾乡土继续服务 18号晚间 柯P和AIT主席罗森伯格吃晚餐聊时事 政党柯文哲继续在外拼选情 不料自家后院却失了火 因为领衔和蓝营谈判的办公室主任周虞修 竟然被爆出拥有民进党籍 而他也在19号上午亲上火线说明 我已经正式向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这个替出退党的声明 2017年5月加入当时柯文哲市长的 台北市政府团队 奉公以及认真是一种文化 事件发生时间极其敏感 尤其蓝白两党谈合作 双方正在极限拉扯 会不会担心破坏合作共识 周虞修强调他的身份在团队里公开透明 火速向民进党递出退党声明书 但绿营台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 则表态让周虞修主导蓝白会谈不合适 中校不能两千了 党员代表他党级做谈谈代表 这是有违我们正常的伦理 有人提示来的时候他就想着 我就继续试试看 听说在中长会的时候 也有人跟賴清德提示这个问题 今晚周虞修在担任柯文哲 市长基耀时就已经远离党务 但争议正好发生在国民党民众党 双方谈将之际 尤其蓝白若是破局 谁该负责 周虞修的党籍争议 却恐怕留给国民党画饼 介绍了杨文明达台北采访报道